她留学归来举办婚礼 前女友却抱着孩子来闹事 你怎么来了 这孩子怎么会是我的 婚礼被搅黄 她决定和前女友复合 却意外发现前女友的阴谋 她看见郝圆圆和一个周年男人 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原来孩子是前女友偷偷做的试管婴儿 前女友又是如何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生下孩子的 前女友为我生孩子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天在一个豪华的宴会厅里 正举办着一场盛大的婚礼 上千名宾客欢聚一堂 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新郎名叫谢飞 是珠宝大鳄谢怀春的独生子 新娘呢名叫刘颖 世贸煤炭集团董事长的千金 伴随着隆重的婚礼进行曲 帅气的新郎挽着美丽的新娘 缓缓走上红毯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的一生你们不能结婚 惊呆了现场所有的人 只见一位身着黑色短裙的年轻女子 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众目睽睽之下 这年轻女子来到了新郎谢飞面前 激动地说 谢飞 你让我们娘俩等得好苦啊 你看 这是我们的女儿小小 她都快三岁了 看到这一幕 现场的人们先是惊叉片刻 随即就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新娘刘颖张红着脸质问新郎 谢飞 这是怎么回事 谢飞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 她瞪着眼 满脸恐慌地对那年轻女子说 你怎么来了 这孩子怎么会是我的 新娘刘颖见两人的确认识 恼怒地把手里的鲜花一摔 哭着跑了 谢飞见状 随即追了出去 婚礼上的事让谢刘两家颜面扫地 这场婚礼只得不欢而散 可是那位年轻女子到底是谁 她与新郎谢飞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去 事情还得从谢飞几年前的一段恋情说起 谢飞早年留学欧洲 回国后就接管了家族的珠宝生意 眼看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父母是一心想给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 强强联合 以壮大家族企业 虽说父母之命不可为 但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 在婚恋方面 谢飞有着自己的主见 父母给她介绍的那些富家小姐 她是一个都没看上 直到一次朋友聚会 她遇到了在外企工作的好圆圆 谢飞出身富商之家 又在国外留过学 可谓是见多识广 然而平民出身的好圆圆 却并不比她懂得少 谈起油画 歌剧 雕塑等等 好圆圆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些都不得不让谢飞是刮目相看 然而表面上高雅自信的好圆圆 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 她出身贫寒 体弱多病的父母 靠着给人打零工和亲戚们的接济 才勉强供她上了大学 从小学上高中 好圆圆曾经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甚至几度面临辍学 上了大学的好圆圆 一边努力学习 还要一边打工 给自己攒学费 生活费 甚至还要定期给父母打钱 大学毕业后 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 好圆圆如愿应聘到一家外企工作 然而长期的贫困 使得好圆圆对金钱物质 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 她做梦都想嫁给有钱人 自从和谢飞交往之后 好圆圆的生活就被奢华高惠所笼罩 谢飞带她出入高档场所 参加各种派对 认识上流人物 对她出手阔绰 百般呵护 这一切让好圆圆一下子支撑豪门 她默默地告诉自己 这次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抓住谢飞 随着交往的深入 好圆圆开始向谢飞提结婚的事 而每到这时 谢飞都是诚恳而又无奈地告诉好圆圆 她父母目前还不能接受 好圆圆这种家庭背景的女孩子 让她再等等 面对谢飞的一再推托 好圆圆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 她可以等 但心里却热切地盼望着早日嫁入谢家 就在这时 她心生遗迹 好圆圆把自己和谢飞的事 告诉了从小一块长大 现在在一家医院当医生的表姐 得知了谢飞的家庭背景后 表姐也极力赞同好圆圆 这次要抓住嫁入豪门的机会 最终啊 两人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尽快让好圆圆怀上谢家的骨肉 到时候啊 生米煮成熟饭 谢家不同意 也得同意 这天好圆圆把谢飞约出来一起吃饭 饭吃到一半 好圆圆突然撒娇地对谢飞说 亲爱的 前几天啊 我闺蜜生宝宝了 看她发的照片 觉得做妈妈真幸福 谢飞微笑地说 你不用羡慕别人 早晚啊 你也会当妈妈 好圆圆赶忙接过谢飞的话查说道 早晚是什么时候啊 我特别喜欢孩子 咱俩年龄都不小了 要不 咱们现在就要一个孩子 说不定 到时候一怀孕 你爸妈就会同意我们的婚事 然而好圆圆此后 却遭到了谢飞的坚决反对 因为谢飞认为这是对父母的欺骗和不敬 在她这种家教严格的家庭里 未婚先孕是万万不能的 谢飞一本正经地对好圆圆说 圆圆 我不能做欺骗父母的事 必须结了婚 再要孩子 再说了 未婚先孕也是对你的不负责任啊 这样吧 你跟我回家 咱们一起见见我父母 说说我们的婚事 就这样 谢飞决定先将好圆圆带回家 试探一下父母的反应 见完好圆圆的当天晚上 谢怀春把谢飞叫到自己的房间 语重心长地说 儿子啊 老爸知道 你们现在正在热恋期 在对方眼里啊 都是完美无暇的 但是才交往短短几个月 你真的了解这个姑娘吗 你能保证她是真的爱你吗 你有没有想过 她到底是爱你的人 还是爱你的家 你们俩从小的生活环境 所接受的教育都不一样 所以啊 这个观念思维模式也肯定不一样 不难想象 这样门不当户不对的结合 婚后啊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听了这番话 谢飞觉得父亲的分析 并非没有道理 见谢飞没有反驳 谢怀春又说道 你也看到了 咱们家这么大的家族企业 今后肯定都教你来全权经营 你回国也这么久了 平心而论 要不是老爸在前面撑着 凭你自己 很难撑下这么一大摊生意吧 这充分说明 你目前的能力和眼界 还是远远不够的 听老爸的 继续去国外深造 等你学成回活 我就完全放手 彻底交给你来做 谢飞啊 被父亲的这番话说服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 目前最重要的事啊 不是儿女情长 而是努力提升自己 以便尽早的接管家族企业 也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 早点享受轻松的晚年生活 随后啊 谢怀春就瞒着谢飞 让助理打听到了 郝元元的联系方式 并单独约见了郝元元 饭桌上 谢怀春拿出了一张 30万元的现金支票 对郝元元说 这笔费用 算我们谢家 对你的一点补偿 如果嫌少 你可以开个价 但前提是 必须离开我儿子 为了让郝元元啊 彻底断了念想 谢怀春还告诉郝元元 谢飞即将出国 攻读MBA 坐在对面的郝圆圆 是一脸冷漠 望着桌上的支票 心想 好不容易攀上 谢家这样富贵人家 我郝圆圆 怎么能轻易放手呢 想用这点钱就打发我 休想 郝圆圆冷笑一声说道 你以为 谁都像你一样 眼里只有钱吗 我和谢飞是真心相爱的 请你不要用钱 来玷污我们的感情 说完 背起包起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和谢怀春见完面 郝圆圆就拨通了谢飞的电话 哭着说要在谢飞出国前 再见他最后一面 听着电话那头 郝圆圆的哭泣声 谢飞是心如刀绞 毕竟是热恋中的情人 谢飞是毅然决然 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 来到郝圆圆家里 准备与郝圆做最后的告别 然而谢飞并不知道 郝圆圆正准备对她实施一个密谋已久的计划 她回国举行婚礼 前女友带她们的女儿前来大闹 眼前的一切让谢飞感到阵阵晕险 怎么就突然冒出一个孩子呢 她一口咬定孩子不可能是她的 但亲子鉴定表明 她就是孩子父亲 谢飞与谢小小 确实是生物学上的妇女关系 男人找到前女友 决定对她和孩子负责 可一张银行卡 却让男人揭开了前女友的阴谋 前女友为我生孩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郝圆圆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拌着烛光红酒 俩人边吃边聊 见两杯酒下肚 就昏昏沉沉的谢飞 郝圆圆心中窃喜 不愧是医生啊 表姐给的药真管用 把神志不清的谢飞 扶回卧室睡下后 郝圆圆就开始对谢飞 实施她的计划了 然而谢飞并不知道 就在她出国后不久 郝圆圆竟然怀孕了 十月怀胎 之后呢 郝圆圆顺利产下一女 取名谢小小 自从怀上谢小小 特别是谢小小出生后 郝圆圆是一心盼着 谢飞早日回国 与谢小小父女相认 而后呢 自己顺理成章 成为豪门阔态那一天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 谢飞出国不到一年 就主动与她失联了 郝圆圆是既交集 又恼恨 想尽了所有的办法 都无法联系上谢飞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郝圆圆见到谢飞 之前的一位好友 却意外得知 谢飞即将回国举办婚礼 这个消息 无一对郝圆圆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眼看着豪门梦碎 郝圆圆决定啊 与谢家彻底摊牌 于是就出现前面 郝圆圆领女任妇 大闹婚礼现场的那一幕了 看到几年未见的郝圆圆 和她怀里抱着的小女孩 谢飞惊慌失措 心乱如麻 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印象中啊 跟郝圆圆 从来没有过不安全的性行为 当初郝圆圆提出生孩子 也被她拒绝了 出国后 就跟郝圆圆 再没有过任何往来 也从来没有收到郝圆圆 关于生孩子的消息 怎么就突然冒出一个孩子呢 几天后 谢飞接到了郝圆圆的电话 电话那头 郝圆圆温柔又动情地 她对谢飞说 谢飞 这些年 我没有一天不想你 每天都盼着你 回国 跟我们母女相认 现在你总算回来了 孩子也这么大了 自从婚礼那天 见到你 孩子每天晚上 都哭着喊着要爸爸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就回到我们身边吧 好吗 想到这些天 自己所受到的 责骂和误解 谢飞是气不打一处来 狠狠地对郝圆圆说 就是因为你 我们家 现在人丢大了 你还好意思 给我打电话 别以为随便弄个孩子来 就能糊弄我 我可不吃你这一套 见谢飞态度如此强硬 郝圆圆 冷冷地扔下一句话 好 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说完 挂断了电话 谢飞把这几年的事 仔细回忆了一遍 她怎么也想不通 这孩子是什么时候 咬 而这边 郝圆圆却一口咬定 孩子就是她的 面对僵局 郝圆圆又会做出 什么样的举动 不久之后 郝圆圆一指诉状 将谢飞告上法庭 要求谢飞支付 巨额抚养费 在律师的建议下 谢飞与谢小小 做了DNA亲子鉴定 结果却令人瞠目结舌 谢飞与谢小小 确实是生物学上的 妇女关系 最终 郝圆圆和谢家 达成了庭外和解协议 谢家每月支付 谢小小两万元抚养费 虽然为孩子 争取到了抚养费 但郝圆圆的心 好像被掏空了 回想起 昔日与谢飞恋爱时的 点点滴滴 和自己一路走来的 艰辛与不义 郝圆圆流下了 酸楚的眼泪 她给谢飞发短信 说自己想她 孩子也想她 但无论父母 怎么逼问谢飞 谢飞都不承认 做过未婚监孕的事 盛怒之下 谢怀春 把谢飞赶出了家门 并声称 再不想见到 这个不孝之子 正当谢飞 不知何去何从事时 她看到了 郝圆圆发来的短信 来到郝圆圆家中 看到昔日的恋人 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 还有一个童真无邪 天天喊着爸爸的孩子 谢飞的心软了 谢飞决定啊 不再计较 孰是孰非 谁对谁错 只想好好照顾母女俩 让她们感受家庭的温暖 然而一起生活后 谢飞越来越觉得 郝圆圆有些古怪 在她的银行卡上 每个月月初 都会准时汇入三万元 而且呢 是从个人账上打来的 问她 她说是投资收益 但凭谢飞的经验 每月三万元的收益 投资额应当在百万以上 而以她对郝圆圆的了解 郝圆圆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此外郝圆圆还经常独自 躲在卫生间 反锁着门打电话 生活中郝圆圆古怪的行为 让谢飞感觉到 她一定有事在瞒着自己 可是自己已经回到了 她们母女身边 难道她想要的不仅仅是这些吗 又或者她还有什么想刻意隐瞒的秘密 一个周末 郝圆圆在卫生间接到一个电话 说出去和闺蜜逛街 郝圆圆一出门 谢飞就偷偷地尾随跟踪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商堂里 她看见郝圆圆和一个中年男人 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更让她料想不到的是 这位中年男人正是她十多年不见的 初中同学 王继富 谢飞的心里再次掀起波澜 郝圆圆怎么会认识王继富呢 他俩是什么关系呢 那个小男孩又是谁呢 很快 谢飞打听到了王继富的联系方式 约他出来吃饭见面 两人见面后相聊甚欢 两杯酒下肚 谢飞是话风一转 说道 前两天啊 我在商场里看到你 你和一个女人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是你媳妇和儿子吧 什么时候结的婚 孩子都这么大了 然而谢飞此话一出 王继富脸上的表情立马僵住了 心想 这老同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但转念又一想 俩人这么多年没见面了 也没有共同的圈子 说出实情也无妨 于是啊 他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谢飞 王继富凑近谢飞 压低声音说 我自己啊 有老婆孩子 你那天看到的那个小男孩 是我和那个女人的私生子 平常啊 孩子有姥姥姥爷照看着 我只是偶尔约他们母子俩出来见见 毕竟啊 是亲骨肉 只是啊 这个孩子当初啊 来的有些蹊跷 王继富此话一出 谢飞立马来的精神 马上问 怎么个蹊跷法 王继富又说道 你别看我这个人平时放荡不羁 其实我的家庭观念还是挺重的 当初这个女人提出和我生孩子 被我拒绝了 分手后啊 我给了她一大笔分手费 然而一年后 突然冒出个儿子 一鉴定 还真是我的 听着这色诚相识的经历 一种不祥的预感 笼罩在谢飞的心头 谢飞动用了身边所有能动用的资源 秘密地对郝圆圆的过往经历 展开了一次调查 最终 一个惊人的秘密 展现在谢飞面前 男人提出分手 女人却偷偷生下男人的孩子 在表姐的帮助下 偷偷地做了试管婴儿 最终生下了谢小小 男人本以为女友对自己是真爱 却不料对方是为了她的钱 我看你是爱钱吧 别为我不知道 你和王继富还有私生子 女友未经男人同意 偷偷生下的孩子 男人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前女友为我生孩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调查资料显示 郝圆圆曾在同一家医院 先后做过两次试管婴儿 看着这些资料 一个大胆的预测 浮现在了谢飞的脑海中 这两个试管婴儿 难道就是谢小小 和王继富的私生子吗 这一切 难道都是郝圆圆的阴谋吗 气急败坏的谢飞 把郝圆圆第二次 做试管婴儿的资料 扔到了郝圆圆面前 面对这些资料 郝圆圆失声痛哭 她知道这件事是瞒不过去了 于是就向谢飞 原原本本地承认了 她所做的错事 原来就在谢飞出锅前 她俩见面的那个晚上 郝圆圆提前在谢飞的酒里 放了药 趁着谢飞昏昏欲睡之际 她按照医生表姐 教给她的办法 促使谢飞分泌了精液 然后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 并存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冷冻箱里 随后在表姐的帮助下 偷偷地做了试管婴儿 最终生下了谢小小 谢飞 我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希望用孩子 能够把你留在我身边 谢飞冷笑地说 哼 我看你是爱钱吧 别为我不知道 你和王继父还有私生子 好圆圆一正 心想 谢飞怎么知道王继父呢 但容不得她多想 谢飞冷俊的目光 正死死地盯着她 她又哭着说 我当初也是真的爱王继父 直到最后 眼看着不能修成正果 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直到这时 谢飞才意识到 只有父母才是 这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人 于是谢飞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在电话里 向父母哭诉了事情的始终 并请求父母原谅他 帮助他 听了儿子的解释 谢怀春立刻找来律师 律师表示 谢飞可以通过司法途径 确认与谢小小 没有法力上的妇女关系 虽然谢飞和好原院 没有夫妻之名 可亲自鉴定结果显示 谢飞与谢小小 确实是妇女关系 那么谢飞又是否需要 承担抚养义务 随后 谢飞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依法确认 自己与谢小小 没有法力上的妇女关系 并要求好原院依法返还 这段时间她所支付的抚养费 法庭上好原院 一脸平静地说道 法官 谢小小是谢飞的女儿 这一点不容置疑 我有亲自鉴定报告 和庭外和解协议 谢飞作为父亲 应当承担抚养责任 我不同意返还抚养费 而此时 坐在原告席上的谢飞 也很平静 她拿出了之前调取的证据 和好原院的录音 原来呀 谢飞把她的调查材料 扔给好原院的时候 给好原院偷偷地录了音 这份录音显示 好原院在谢飞 并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窃取了谢飞的经验 并联合她的医生表姐 在违法的情况下 做了试管婴儿的事实 面对这些调查资料 好原院失声痛哭 她哭着对法官说 法官 我现在没有工作 也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谢飞作为孩子 血缘上的父亲 应当承担抚养责任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呀 下面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本案的法律点 通过培胎移植技术 生育子女的抚养责任认定 本案中 谢飞是谢小小生物学上的 父亲 但由于谢小小是通过 培胎移植技术生育的 在谢飞并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 谢飞是否应当承担 作为父亲的法律义务呢 毋庸置疑 生育选择权 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其中包括 生育子女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 这项权利同样适用于人类辅助生殖领域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金子库伦理原则 第二条第二项第一目规定 供经者应是完全自愿的参加供经 并有权知道其经业的用途 及限制供经次数的必要性 应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本案中 郝元院及其医生表姐 在谢飞并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窃取谢飞的经验 此举违背了谢飞的真实预约 也违背了我国的基本的伦理道德 侵犯了谢飞的生育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 谢飞只能算是一个被动的金子捐献者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和人类金子库伦理原则 第二条第三项第一目规定 医务人员有义务告知供经者 对其供经出生的后代 无任何权利和义务 结合本案 在生育谢小小时 谢飞作为被动的捐献者 无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第21条 关于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有关规定 对谢小小不享有任何权利 也不承担任何义务 包括抚养义务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 依法支持了谢飞的诉讼请求 判决确认谢飞与谢小小 没有法律上的妇女关系 而郝媛媛和她一生表姐的行为 违背了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有关规定 违背了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 侵犯了他人的生育选择权 这种行为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 必将受到法力和道德的双重审判 拿到判决书的郝媛媛没有上诉 看到年幼的孩子她懊悔不已 她妄图利用孩子来为自己换取荣华富贵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伤害了别人 伤害了自己 还让年幼无辜的孩子从小得不到父爱 漂亮聪明的郝媛媛 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 打拼出一番事业 收获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 却因自己的贪念 断送了本该拥有的美好前程 最终还要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 在这里 我们衷心的希望 无辜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女人举报邻居盗窃 五年后邻居出狱 竟劫持了女人的老母亲 你女儿在哪 带我去找她 本以为邻居是来报复 却没想到她是来讨要孩子的 我就想要回我儿子 七岁儿子究竟是丈夫的 还是邻居的你 女人与邻居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 初遇的邻居来要儿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